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Lori的快闪港,我是Lori 今天大家看到的画面,看到不同的嘉宾也加入我们 其实就是上次加入了我一个快闪港的庄博士,庄智鸿先生 他上次说了一些与健康有关的资讯,反应也很热烈,有40多万人看了那条片 但是其实庄博士是一个被健康和营养专家的形象掩盖的真实,其实是个专业投资者 所以这次也想邀请庄长长长与派档金sir 金sir也来过我们的频道做几次嘉宾的,我身体也是他的朋友,有时也会解释投资的情绪 所以这次我一次过请两位朋友来,就是和我们讲一下环球的大小 讲今天的主题之前,要先帮两位sir买广告 我们都是以书为有,这两本书都是John Bob和金sir写的书 都是天窗出版社的著作和投资相关 大家如果有兴趣,我之后再发个连结给大家看 今天的题目很有趣,因为最近有很多消息吹 就说未来九月减息了,香港经济会好了,楼市会爆升 大家今天看到这一条影片的时间,应该是刚刚星期四 我都出了一个快闪讲到,大家不要相信 因为以我很粗钱的分析,我都看到下一个衰退的开始 多过是真的可以回落经济,所以叫大家小心一点 不要那些经纪和你落两句嘴头,就一两千元地赶下去 我觉得大家要小心一点 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说什么呢? 是说研究美联储的,是说通罪已经受控了 而且是时候减息了,到底是否真的呢? 那请大家一起欢迎金sir和John博士 听不到大家的掌声,那这里我给大家的掌声欢迎 哈喽哈喽,Lori你好 多谢你们接受我们的访问 首先和John博士谈一谈,怎样看呢? 我看到你现在的视频写着通胀是暂时性 其实有少减少想耶语和鲍sir,和铍sir道 бывает 如果过往说那些都是错多的做话,你怎样看呢? 上一次他去2021年 通胀帐是暂时性 如果信他就快乐了,那他大概4%至5% 大概就四 count 就说通胀是暂时性 大家都知道了,最后升到9%,其实最后就投降了 我真的觉得不知为什么投资者那么相信他 之前说话错得那么浇灌,大家都那么相信他 一会我会解释,美国减息,有他的压力要减息 但是他这么快,这么放心,通胀会跌得很快下来 我觉得只有一个可能性,通胀会跌得很快下来 又是好像你还这么说,经济衰得很紧 衰到你减息也救不了经济,通胀才会继续下来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他敢去减息的话 因为我们也知道上个星期在Jackson Ho他说了 他说得很有信心,通胀会向着2%的目标进发 但是现在在通胀未明显地肯跌下来之前 当然跟9%比现在的低,大约3% 但是通胀是周期性的嘛 就算你不搞他,他也会发上发落的嘛 其实很多经济学家都说过,通胀是很难预测的 你只知道他是一个周期性的东西 那他去到差不多就会回头 因为通胀其实后面背后就是跟人的通胀预期有关的嘛 那问题是人的通胀预期你踏着了之后呢 其实很难会反过来的 举个例子,就是好像之前我们曾经面对过通缩的时候 2000年到03年04年那时候 那你跟人说有通胀是没人相信你的 那要搞几年才能够搞的 那现在反过来,个个都觉得 喂,你要加薪,我追不上通胀 是吧? 甚至乎现在有些躺平文化 是吧?就是你找人做事都不是那么容易 其实那个劳动市场呢 是可能长期都是人手不足的 那里会有通胀压力在那里 那现在其实我们看到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稍后我会有些资料搜给大家看的 就是通胀其实已经是见底回升了 如果你看一些领先指标,已经见底回升了 那领先指标是见底回升了的情况之下 如果是去减息,他就真的会回升了 那大家相信他说话,但是大家记住 过去六次,巴威尔在Jackson Hole说话 有五次,其实标指在未来三个月都是跌的 是的 那不要这么兴奋 而且你看他那个minutes里面说的东西 你看到他很明确说 就是说通胀会慢慢走到2% 很持续,就是持续地下去2% 而且说通胀预期现在已经下了个楼 就是那些人是对通胀没什么预期 如果他这么说,是不是? 就是不会预期通胀很高,下了个楼 那这件事,我想我一定不会觉得是这样 在街上,你问到那些人 每个人都说买东西都是加价 是不是? 是的 那个楼其实是不是真的下了个楼 还是说现在通胀预期已经是 我叫做Elevated 其实那些人其实是有一个比较高的通胀预期 但是我同时就说经济做得很好,是确实的 但是如果你很确实的话,就是说经济很好的话 那些人的预期又会不会真的会自动降低呢? 会不会慢慢继续下了2%呢? 所以我刚才也说过了,央行股通胀呢? 其实以往的记录是很差的 上一次他犯了错,就是暂时性 这次他告诉你是会持续回落到2%呢? 那如果我听他说呢? 又是... 买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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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没错了 这个就是他的记录了 明白 我想问一下John博士 因为呢,其实讲开CPI或者核心CPI呢 我都看过不少的资讯说 其实他里面都是那些 短项呢,都是少少搬笼门的 其实不是真的完全反映到 在美国里面的民众 就是体验不到那种物价上升的那种感觉 因为我自己在美国的朋友跟我说 就是他说就算是9%那时候 他说绝对不要相信是9% 因为他们的体感是觉得 起码升了两成的物价 就是他们是这样说 变相就是我会有一个说法 说CPI里面拿出来的那些 选出来的那些项 其实是他们是根据他想要的数字去选 那些这样 那是不是有这样的事呢? 他们有些叫做调整的 就是叫做调整的 就是调整的 就是举个例子 你今天用的手机 例子 2、5、6GB 这样就算了 那以前可能你用1、2、8的 但是你知道那些软件 因为现在新的软件 你用以前的手机 走得很慢的 是 那他给了一倍容量的机 那接着就告诉你 啊 其实要调整的 因为你的手机厉害了一倍 但是其实旧的手机是不能用的 是 那就是不可以这样去调整的 其实 但是问题是这样 你看到上一次的周期 他搞了这么多调整 但是都曾经升上去9% 是不是? 4%那时候升上去 老实说 我想普通学生看到这条线 这样由平坦 突然间抽上去 都不会说他暂时升 因为这个叫做 是 变速这么快 不会一下子就停 等于你车 踩油 踩到100米 你不会一放油门 他就自己停 是吧 是 你看到他有个冲力 会继续冲上去 所以你看到他踩着那一刻 由2.6踩上4.2% 变速这么快的时候 他都说暂时升 是 是 那接着还在说很快回落 但是momentum是向上的 是不是? 那接着他说什么? 接着说一切都很好 升了上去之后 是 那接着他说什么? 接着短暂这个词语 就对不同人有不同意义 都敢四降 是吧 是 升到7的时候 那最后就是投降 投降了之后他就跌了 那通胀 同时他投降的时候 他加息加得很急 加得很急的时候 就可以压到通胀了 但是现在要反过来 要减 9月要减 那物价怎么办? 前功进费 因为通胀其实就是阿辉利文说过的 你印钱就会有通胀了 那现在开始印钱了 你减息就是印钱 就是类似印钱 就是你减息令信太多了 信太多了就前提 那你就会刺激通胀了 由头到尾 总之一开机就会有通胀了 基本上一次这么厉害的原因就是 疫情的时候他们印得很厉害的 是 万亿万亿这样印出来 印得很厉害 那就是有通胀了 那如果现在 他真是顺应市场要求 9月减半利息的 那又会刺激通胀了 但是慘了 如果他再刺激通胀的时间 那但是他 其实那个 就是过往收了 都年多两年 其实就等于没有用了 但是经济已经破坏了 就是现在经济是差的 差了很多 但是现在又收回 那通胀又重大了 那其实就等于市场双重打击了 这个我们可以稍后讨论的 那还有我觉得 现在的问题是 他印钱这件事是没有逆转的 有没有听过Lori你听过 特朗普上场会印多些钱的 是吧 其实你看回 美国这个是他的财赤 财赤呢 拜登时期的财赤比特朗普更厉害 是 就是你不要想着 就是无论共和党或民主党上 都是会厉害的 其实 除非特朗普上次枪击事件之后 你知道有时候人们面对生死 可能会转死性的 真是想长远 上任第一次的总统之前 他在竞选的时候 他说我们美国坐在一个 那时候他肯定说 但是他做了总统之后 其实他也是做过往总统一样做的事 因为你看看特朗普的财赤是佔GDP 6.6% 那他这么厉害财赤 不多不少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他最后一年遇到COVID COVID他第一次要花钱 拜登之后要不要持续印钱 其实这个很多人都批评他不需要 那他那时候花的钱 你看到等于什么呢 等于罗斯福二次大战那时候 花的那个比例 是 之前那些总统没有一个是试过多过6% 所以真的很夸张 但是他减息呢 现在又没办法不减 因为他现在举了这么多债之后 他的利息支出很厉害 你看到他爆上去 一年要给1万亿利息 现在就变成了两难 他不减息他的利息支出 又令到财赤继续恶化下去 是 他减息通胀又会爆上去 他唯一的方法就是 大家要肯一起立起床 但是美国人肯不肯跟你一起立起床 这是一个难题 那床头的意思就是说 你觉得是不减息 是否继续维持高息这样捱 其实当年大家想起 列根上场的时候就是这样 大家肯一起去捱 把息口加到在通胀之上 2% 接着在那个位置一段很长的时间 等到通胀肯下到一个明显低的水平 周期过了 就是列根由得当时的 叫做 波福克的行长做事 是是是是 放了手给他做 就是很多批评的情况之下都做 加到20 接着 压回通胀下来 接着美国就有一个 二三十年的繁年期 是是是 因为通胀就持续回落 之后 现在的通胀 就是实际的通胀 我们又不能够完全相信CPI 如果我们当是实际的通胀 是4至5厘的话 即是4至5%的话 那你如果实际利率 即是如果要再去上面2% 其实应该要将那个利率 加到7厘 甚至7点多 其实我觉得 不用看那个体感通胀 他现在是做了手脚的通胀都压不下 问题在这儿 那今天怎么看呢 我们说一些香港人感受到的 即是可能大家 美国那样 哎 美国可能大家都 未必经常去那里生活 有时候我们看 即是现在很多 香港不是有很多 什么倒闭群 但是呢 大家 观众出去 用膳 或者上班吃午餐 有没有觉得便宜了 我觉得 有点便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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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有时候我真的不觉得 我感觉到 其实那些东西 物价是没什么跌到的 香港 没什么跌到的 其实有点升 但是呢 你又发觉 相关的餐厅又不是那么多人 而且你发觉那些人 觉得 不是啊 现在去中环市 可能都要白松点蚊 白松点蚊 白松点蚊 吃这些东西啊 又服务态度 又西西地 是吗? 真的 都会有这样的感觉 其实呢 现在香港人的看感 就是觉得 一方面有些店铺也会倒下 的一方面 同时另一方面 那些店铺也没再 好像以前那样 密超所值 就是觉得比贵了 正常来说 如果以前做得差 那便便宜一些 便宜一些 吸引多些人 对不对? 又或者 存钱了又觉得舒服了 其实 没有这样的感觉 香港都 感觉上是一方面又少了店铺,一方面吃剩下的又贵了 其实通胀也没什么情况下来,还有最近8月底,9月头开学了 开学有些人又吵了,教材又贵,教科书又贵 有些人就送了小孩去英国读书,应该众所周知应该都是 明年英国要加VAT,好像20% 你想想,人们一方面要面对各方面的花费上升 同时有些东西又倒闭,经济不好但东西又上升 香港人感觉到滞涨感觉 就算你去北上消费,那些人说是北上消费 其实你看到北上只不过没有北上倒闭群组 其实深圳的轮廷很厉害 但报道不迟,因为太多 有一点很有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内地有很多外卖的平台 一方面的人就要去吃外卖 但是送外卖的人有说是大学生 经济一般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 但是同时那些人就算找到外卖去做 他也会觉得遲些可能被机械人取代 一方面有些东西贵,另一方面经济又不好 就是很滞涨的感觉 内地那个是滞多一点的 我想美国和欧洲国家会感觉到它涨多一点 我自己在香港消费的感受是 我说便宜了不是整体上便宜了 我觉得都同意一样的就是 其实是没有便宜过的 但有某些餐厅呢 可能他看到真的没有客人 他真的繁忙时间坐两成人 他真的会推出一些以前不会有的餐 可能有些集团会认为 这个时间以前全部是单点马拉卡的 现在就单点一个都送一杯饮给你 有这些东西 起码都留在这里肯消费一下 我说的便宜了是这个意思 就是一种他想顶住 起码不用死那种 那你说的那些餐厅呢 是好吃的 还是其实一向都不一样好吃的 还是说它是超贵的东西呢 不是超贵 但是你知道其实香港你出去吃饭 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超贵的 是不是都是超贵的 你吃个普通的吃个拉面 都是可能200元下楼的 就是如果一个拉面配一个小吃 一杯飲料200元下楼 那现在香港吃个咖啡 现在年轻人很喜欢咖啡 但是咖啡是很贵的 其实咖啡是很贵的 加一杯飲料就两个了 是的 所以我觉得呢 某程度上呢 现在支撑至香港的消费 是真的那些人还是很有钱的 就是他虽然是经济差了 但是他还是消费得起200元 一个下午茶的这样 我觉得是这样的 看今天通胀没有 没什么怎么说到的 就是我记得以前呢 吃东西真的 就是我都有时候说 以前叫到E餐 就是下面那些呢 就其实现在变成A餐了 以前吃午餐的价钱 就要去吃下午茶 真的是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感觉 香港的体感就是 那刚才听了阿罗威这么说 那我就觉得可能原本收得太贵了 他有空间减 那如果没有空间减 那些其实是减不了的 那我觉得好一点的楼台 就是大什么大物物那些 有没有减价 他可能没有减价 或者没有加价 但是大家留意呢 量可能减少了 其实量减少了 那也是通胀 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是我们香港呢 是要跟着美国的货币政策的嘛 他减息就一定影响香港 就是我们相对其他国家的回价 那之前我们很开心 那些人不断出去旅行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美金强 那港币强 那你出去的钱就很小 但是如果真的之后他减息的话 美国的通胀又再次上升的话 美国的利息是比通胀低的话 那美元是会下跌的 那又会影响香港的了 那到时呢 香港的通胀比现在是严重的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你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的 就是你看他的协议 又说就业市场很强劲 对吧 同一时间又说失业率在增加 那今天呢我就想延组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因为呢 联储局这帮人呢 就是跟我一样 可能他比较大一点 那70年代的时候呢 他也是在打籃球啊 吃着薯片那时候来的 那其实我们这一代呢 是没有在高通胀的环境之下做过操作的 就是做投资操作的 嗯 那他现在就说什么呢 就是 他第一句就已经定错了 就是市场绝对不是强劲的 现在 因为你看回现在这个是什么图 这个是美国的失业率 那么失业率呢 就已经升到4.3 4.3表面上不是很高 但是大家留意那条平均线 就是橙色那条 橙色的平均线是27个月的平均线 嗯 那这条平均线呢 就是说你的失业率是高过这条平均线的时候呢 过去每一次都是衰退 是是 就是你看到灰色一栋栋那些位呢 就是譬如上次2008灰色一栋栋那些位呢 就是譬如上次2008灰色一栋栋那些位呢 就是衰退了 跟着2000年那时候 你看到01年那时候 灰色那栋栋就是衰退了 90年波斯湾战争那些位呢 一栋下来那栋也是衰退了 有一样东西可能阿罗比我不知道 你的观众未必每个都有留意的 就是什么呢 是 2008年那次的衰退呢 其实衰退什么时候宣布的 你有没有在意义呢 我不记得之后 就是之后一段时间 是吧 在2008年 我应该没记错是8月还是9月 宣布什么呢 宣布2007年12月衰退 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已经入了衰退 但是他没有宣布的 他会隔半年至9月之后才告诉你 啊 你衰退了 其实你衰退了 最近新闻有一个叫做薩母规则 我想可能你听过 就是三个月平均失业率 如果高过过往12个月 最低位的0.5% 就等于暴入衰退了 那么其实 现在已经触发了那个叫做薩母规则 因为平均这三个月是4.13% 那个失业率 但是过往那12个月最低是3.5% 那其实已经超过了0.6% 那就是已经触发了 如果根据那个经济学家所说 我会偏向觉得这个更加好 因为这个是那条长一点的平均线 你刚才说了三个月 这个是说了27个月的平均线 就是更加稳定的 我觉得这个是 那这个失业率是否会 就是预计会继续向上升呢 如果这样看的话 会 所以他真的有需要减息 但是问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联储局认为 失业率升通胀就会回落 但是是可以失业率升的时候 通胀是一起升的 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 因为通胀是周期升的 不是说一定是失业率跌 通胀一定是一起跌的 那你看到1970年代滞脏期的时候 那十几年通胀升 失业率是一起升的 这个时期是很痛苦的 是的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 他如果在现在这么快开始减息 就会吞着了这件事 明白明白 就是我豁着这个位置 就是你看到那次是很痛苦的 那12年里面四次衰退 是 红色动一动动的位置就是衰退 为什么呢 货币政策做得不好 令到通胀摊着了 最后呢 是得不常失的 是的 你以为是拿走去救经济 最后你就摧毁了经济 因为通胀控制不了 明白 但是你通胀控制不了 你最后都要控制的 因为为什么 你没理由牺牲美国美元和美债 就是作为美国 他有这个印钱权的话 他没理由牺牲自己美元和美债的地位 所以最后可能会反过头 最后他都要控制的 你高的话 你高到某个位置 他一定要控制的 不过可能不是这个行长 要炒了去找第二个 当年也是 当年那个行长叫Alpha Burns 就炒了去 接着Paul Fulker上去 接着就找个新人 找个新人搞定他 是的 我明白 那我们上半部分 谈到这里 但是大家已经拿到很多宝贵的资讯 原来呢 就是大家那些很乐观的市场情绪 觉得九月减息了 经济有够了 就是根据两位嘉宾所说 甚至我自己之前的分析 我都觉得不是这样行的 我觉得反而是一个触发更加严重的 经济衰退的出现 甚至刚才阿庄博说可能是一个滞涨期的开始 所以大家真的要非常小心 上半部分我们谈到这里 那一会儿会继续跟大家说 如果真的发生滞涨的时候 到底那个经济状况会怎么样呢 还有香港人应该怎么部署 或者我们应该怎么去分配我们的资产呢 是不是应该这个时间 真的好像那些楼市大好友 KOL 就是冲进去买楼 因为楼市即将迎来下一个 爆升的周期 这些问题我很想问阿庄博和阿金sir 那我们下一集呢 大家记得不要走 可以继续看我们罗里反占说 我们下次见 现在那个通胀率呢 是做了很多手脚的嘛 70年代那个通胀率 是没有做那么多手脚的嘛 如果他没有做手脚的话呢 他随时这次都不是9的 是不是 都是十几的 其实已经 2021、2022那次他告诉你 是9的 其实因为做了手脚才9的嘛 没有做手脚的时候 都是十几的 所以你看到是跟着足的 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是 现在是已经见底回升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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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